苹果美国官网更新 iOS15将于2022年初 支持添加驾驶证和身份证明 IT之家 11月24日消息 苹果现已更新美国官网 iOS15 钱包应用将于2022年初 支持添加驾驶证和身份证明 以便用户在旅行等场景使用 IT之家了解到 苹果此前表示 iOS15中的钱包app新增被家庭 酒店 办公室 汽车等钥匙类型的支持 让用户轻轻一点 就能进入更多日常场所 据介绍 有了超宽带技术的支持 用户无需从口袋或包中掏出iPhone 就可以锁定 解锁并启动受支持的汽车 需要注意的是 数次车钥匙适用于iPhone XS及后续机型 需要车辆制造商的参与 此外 用户还可以用iPhone解锁家庭 办公室甚至酒店房间 通过钱包app中存储的钥匙即可实现 新的钥匙支持需要运行iOS15 的iPhone及第三方提供的公寓 办公室和酒店的兼容闻锁